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al 我們到了 兩個小時以後 下去要多久 等一下要滑下去 I never in my life Have I seen the sky light up like this 早安 我是小葉 今天我們又要來登山了 今天要登的山是 山上人家 不知道大家知道山上人家 就是新竹武峰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 景觀咖啡 叫山上人家 我們今天要登的山是山上人家後面的一座山 叫做俄宮吉山 然後它的全長大概是八公里 然後從山上人家上去的話 大概來回是3.5公里左右可以 可以攻頂 那我們今天就是早上很早就出發了 現在八點在山上人家這邊 然後我們剛剛路原 他有給我們門票 其實這邊我已經好多年前 就已經來過了 那今天是為了登山又跑來 那從山上人家這邊進來 他給的那個門票啊 今天就來帶大家看看這個俄宮吉山沿途的風景吧 Let's go 山上人家這邊路人 山上人家這邊路人 Let's g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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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金日山遊 這邊是山上人家的餐廳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民宿可以入住 然後我們會登山晚下來 再到山上人家這邊來餐 然後這裡面有恐懼 那有恐懼 那有鸚鵡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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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鸚鵡 那有鵡鵡 那有鵡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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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日出耶 這 Canal 但那時候來不及了 然後 要住山上 我們走下面好 走下面 我們走下面 我帶你們看一下這邊 然後就到這邊走上去 好喔 哇,超美的雲海耶 超級漂亮 超美的雲海 現在是早上八點 大概十幾分吧 超美的 然後我們在這個山上人家後面的樹林裡 森林系的感覺 森林咖啡館 森林咖啡館 我們要上山囉 從森林咖啡館 旁邊這邊 看到登山口 這邊登山 森林咖啡館 走囉 樹根 有蜜蜂 有蜜蜂耶 一直有蜜蜂走來走去 蜜蜂蜂走來走去 蜜蜂蜂 蜜蜂 濕濕的 今天地上超滑的 這邊還有香菇 香菇 繼續走 我是蜗牛 我先走 你們很快就追到我了 下雨的路 有蜜蜂 有蜜蜂的 很好 可是很漂亮 挺美的 嗯 嗯 繼續走 很森林 很森林系的感覺 這邊路比較平穩 所以才有辦法這樣拍 不過前鏡頭就是比較 模糊一點 所以你們要忍耐一下 這邊有個 下凹處 好 我們現在大概 爬了半個小時 然後現在 剛剛走了很 超難走的一段上坡 然後都是石頭 超級滑的 好像在 溜冰 對 滑雪的感覺 然後我們現在到這邊 比較平地一點 比較平一點的路 所以這邊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繼續往上走 然後一樣就是 很叢林 很森林系的感覺 繼續往前走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是路段差不多 易泥土 請注意自身安全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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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走 超滑的 超滑的 都是石頭 那個腳要 拆穩 然後重點是因為這邊都 有坡 南的是又滑又有坡 好 繼續努力 這一段 這一段已經是比較高的地方 比較難走 好說拍一下 給你們看 這邊好多長 對 剩我一個 一百七十公分的 長角 真的是 對 對 超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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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現在 大概四十分鐘 對 超滑的地方 然後看到這個另外一條 五峰天際線 28.5K 然後 如果來回 這是上頻道 觀五 好險不是走這一條 好 繼續 繼續上 現在進入另一個路段 那邊就比較沒有石頭 都是枯眼 都是枯眼 現在還是在叢林裡的感覺 明目滑就還好 但是就是 都是爛霓 爛霓就比較好 一個石木 這邊 這邊 這邊錄一下 聲音 給你們聽 你們聽到 很大聲的 很大聲的聲音 無名的聲音 就是山上的蟬 跟平地的蟬的聲音 不大一樣 這聲音有點尖銳 有點像那種電錶 電錶的聲音 現在看到這邊很多 這個白白白白的 超多的 聽說是 就是蜘蛛網 山上這邊 這麼多 這麼多蜘蛛網 是不是我太熟了嗎 我們現在走到 最陡的這一段 感覺 目前最陡的這一段 感覺 好像 有一種快要攻頂的感覺 這是今天的戰利品 我要往上走囉 現在不知道走到 什麼 什麼公里數 好 就是 一整個 蜘蛛網 然後 上上下下 這麼滑 超超超 剛剛超多隻蜘蛛精 從這邊過來 然後 應該是比較高了 所以這邊 這邊喔 都是霧 霧還是雲 煙霧繚繞 對我們在雲霧中 把霧一直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 看城市上去了 希望快到了 Let's go 然後 我們爬了 我們爬了 兩個小時左右 然後 聽說上面就是平台了 好累喔 好累喔 難的是 今天 天與露華 剛剛我們是從山上人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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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到 這個 這個 三等 三角點 耶 好累喔 看我們的山友們 耶 耶 耶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就要下去了 兩個小時 到這邊兩個小時 從山上人家上來 下去要多久 等一下要滑下去 一路滑下山 See you 我們休息完了 現在準備要下山了 走剛剛的人路 Let's go 下山 去山上人家喝咖啡 已經走一半了 走了 草很滑 石頭很滑 等一下下段也是石頭很滑 然後還有 回城還剩一半 然後那個屋遠都在他們口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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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城還一半 然後我去 這些景點他們就直接 好難的路 他會簡單說 一個 我們現在在一片霧萌萌的 森林裡 超美的 超漂亮 然後路超滑 滑滑滑滑 我們走完了 我們從早上的九點 走到現在是下午的一點 二十二分 走了 四個 應該是四個多小時吧 然後 總結就是 超滑 對我們今天就是在有點 就是濕氣很重的天氣來走 所以我的腳整個快廢了 因為 側邊走 要 要一直煞車 再加上我今天穿的 不是登山鞋 是跑鞋 所以整個就是 滑到一個 天涯海角 只差沒滾下山 腳真的是快痛死了 那 今天的那個 鵝攻擊山 給大家的建議是 它其實是有一點 需要激勵跟 有一點難度的啦 如果你平常沒有運動的習慣 來爬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累 對就是 它的路沒有很好走 然後 要有一點激勵 你才 不會太累 對然後來的話 建議就是一定要調好天氣來 因為 這種濕濕的天氣 真的是太滑 雖然很漂亮 可是滑到一個 你真的沒有辦法 有一個濕力點 真的很累 對那 推薦大家 其實如果好天氣的 來 山上人家的話 可以往後面走 已經 語無倫次了 好 看後面其實它 枝樹林很漂亮 但是真的路不好走 真的很累 很辛苦 OK 今天的 鵝攻擊山 就拍到這裡了 就 推薦給你們 如果要來的話 記得一定要有一點 有好的體力 最好是穿登山鞋 然後挑一個 沒有那麼 潮濕的天氣 這樣比較安全囉 掰掰 今天的 鵝攻擊山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裡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 或是訂閱我 給我點支持吧 謝謝你